他必须要怀疑一切以前的一首创造 这首诗的题目也许是法国人比较喜欢这种疑问这些 所以他把它放到这个书店的窗户上 我在中国出版了那么多书 还没有一个书店把我的诗句写在上面 法国有证诗 我给大家读一首 我刚才立马还念了这首诗 用西班牙语他们觉得还可以 在西班牙语面前念了这首诗 我给大家读一下西班牙语的这首叫回声 所以咱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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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 这是我们的故事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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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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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Edgevous 还好呢 这些人是计词 感谢 出版以后被李克强买了500本去 送给每一个中国驻 纳丁美洲国家的民事馆 以及每一个西班牙国家驻 中国的民事馆 所有都有 我想他可能受到负能的影响 他是研究美国的自然洲文学的一个翻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教授的影响 所以另外也注意到 可能以前我们都是远外 都是给非洲造个铁路啊 或者修一个体育场啊 然后坏了以后人家就骂中国人 你这个秀得太不好 花了很多钱 很多人都使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也想法国人家学习 开始学习 进行文化对外交流 所以这一个事迹也是 他之所以总理一代头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好 最后我给大家读一首 年轻时候写了一首诗 这个送给大家吧 叫梦想活在世上 树枝从云城中长出 飞鸟向往我的眼睛 香村和炊烟飘泊雾顶 河流软着我的胳膊出现 月亮露露露的宝石 嵌如指寰 我站在耳朵的悬崖上 梦想活在世上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的一个网上有的一个讲 这个讲数学传奇的史讲 这个是可以免费游览的 一个国家精品课程的一个史讲 大家查爱课程数学传奇 如果你们讲理 特别是有些还在读书的学生呢 也欢迎收看 我们书馆长在台下也安排不住了 他说想上来讲几句 我要跟你讲 我很凑巧 我是专门赶回来的 因为昨天我还在上海美术馆 参加艺术大师刘国松的画展开幕 今天上海是他的研导会 我是非要参加不可 但是我还是取消那个研导会 我来给蔡兄捧场 因为很凑巧 大概十天以前 我排另外一位湾区的数学才子家 那个文史专家 阮大兰先生 在浙江大学法学院 有个很重要的活动 那天 则大的老书记张俊胜也在 那天我碰到法学院的一个领导 一个女领导 然后跟她聊了两句 她说我是加州来的 她说过几天我先生 也要到加州去 有个演演讲 你先生是不是姓蔡啊 所以这个世界还这么小 所以我今天听完蔡兄的演讲 我感到我不参加刘国松那个国际研讨会是对的 谢谢 我们这里谢谢国语书院 在我们这里搞了这么多活动 我还第一次全程定闻还是主动要求讲几句话 真的因为蔡兄的几个好朋友 是我的 有的是我的同事 有的是我的好朋友 有的甚至是我的同学 所以我觉得我很自豪 就我们浙江能出蔡先生这样的大才子 他是数学家 这一点 受教于潘城同学 非常有名的素人专家 刚才说有望获卧夫奖的 那个唐先生是他的四兄弟 另外他是旅行家 四人 摄影家 还是非常优秀的作者 我觉得蔡先生比台湾的很时髦的那些人好多了 我名字就不点了台湾的某些人了 我刚才听完蔡先生有一点很深的体会 他讲最后他的座右铭的时候 其实我要替他补充一个他的座右铭 就是列维斯特老师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 他的自传 他的自传的第一句话是 我痛恨导游 你看到没有 蔡先生所有的活动都跟导游没关系 都是他一个人的旅行 我觉得一点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 你去查一下圆瓦怎么讲 我痛恨导游 我应该记得没错 列维斯特老师的自传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蔡先生的分析 连我都很受启发 等一下我要专门请他吃饭 我还要 他尤其讲了 二十世纪的抽象化倾向 因为我是开画廊 我卖画 这么多年 其实大家感到 世界性的艺术 已经从一个具象艺术 转上一个非具象艺术 再转上一个抽象艺术 就是说为什么赵无极啊 吴贯中啊 包括张大前 现在卖的最好的画都是一种非具象 甚至是抽象的艺术 但是蔡先生一个很大的发现 他跟我们讲了 这个数学的也是一个抽象数学 可惜他只讲了两句话 所以我等一下要详细问他 然后他一讲的抽象 我以前的浙大上过两年的高等数学 但是全忘了 但是我还记得他讲的这个托弗学 他讲抽象数学里边有一项是托弗学 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艺术的技法 叫做那个拼帖法 英文叫clutch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加州也有一个华人的clutch的大师 叫冯忠立 是冯永来先生的侄子 就是大哲学家风员 他也是搞平天的 我们这里还错过他的画册 所以你看那个蔡兄他讲出了 这个clutch跟托弗之间的关系 我还第一次文所未完 所以真是深受其放 对对对 谢谢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也像蔡先生可以抓紧问 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现在是提问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蔡教授吗 我先站在站 还有很多问题 您的那些法语识和西班牙语识是自己翻译的还是别人翻译的 我只会从英文把西班牙语翻成中文 所有的都是本国的诗人翻译 有的呢 实际上英文我跟他合作 他就有一个诗人在浙江大学教外语教了一年 就经常一起吃午饭 然后一收拾就喷出来 还有一个法文的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法国的教授 英语文学的教授 英文很好 所以我的法语其实不行的 跟他英文交流 然后也就知道正好做过一年的外教 其他语言的诗集呢 包括西班牙语也是 西班牙语是那个懂西班牙中文的这个汉学家翻译的 然后其他语言呢 都可能说英文跟法文转移过去的其他语中 所以有的英文法文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诗集 和其他语 就 有 现在有八种了吧 然后今年可能会有个孟加拉语 我自己是肯定不行的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觉得人在 比如说在青春期的时候 可能比较感性 然后可能 每个人可能都不得不少 能够写一些诗那样子 但是人往往年纪大以后 可能就不是 不是那么感性了 就是感受能力变差了 那您是如何避着保持旺盛的感受的那种 这个比如说喜欢旅行这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自我的作用名就是说 这个每次旅行回来就像人生获得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需要 因为比如说杭州这个地方 以前郁大夫要准备 因为问他追那个王英霞就是想搬到杭州去住 然后鲁迅就写那首诗全他说 杭州这个地方呢 像意思就是养老或者享受比较好 如果时间住久的话就 你说杭州人好 他就是说那个这个这个 以后一字就消磨掉了 所以劝他不要去杭州住 我的确是这么认为 因为就是发现杭州也是 好多作家私人都是有点这个意思 包括中国美院就不能清火 一千号 然后所以出游是这个很重要的 一份老师带在杭州这么一个 这个太漂亮的地方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我也比较喜欢体育 现在好像就是运动少了 但是像欧冠啊 世界杯啊这些 我都是有的时候两三点起来看的 我觉得体育也是很有激情的一个东西 那至少啊 因为这几个原因吧 可能就是 实际上是这样 一个年轻的写点诗可能还算得上诗 你只写到脑才能够 可能是可以算得上诗 所以说明你有这颗心一直下去 搞其他艺术和科学可能也是这样 不是很大球迷还是绿色球迷 这个这个 这个 我说到要得罪很多人 我是那个黄马的球迷 对 对我这虽然在那个布拉乌跟那个巴萨罗纳主场我都去看过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黄马一点 可能这马德里带过三个月也关系 但是我知道这大陆的话巴萨球迷更多一点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就是 您刚刚提到张一堂嘛 然后我们之前在这发映过他的那个纪录片 其实 但是就是我们上次看那剧片给哥们感觉是 他有点像影视一样 因为他为了证明一些东西 就是基本上放弃了很多别的东西 然后 然后就是为了取得一点点进展 感觉就是要要集中 集中他所有精力来解决一个东西 但是我发现您是也是数学家的话 好像就是兴趣会员那么广泛 而且也说这么多书啊 写诗 嗯 但是就是说书的话 您是主要是集中在科普方面吗 还是说还是也经常会有这些困惑 因为如果要探索一个新的数学领域问题的话 那种就是要发现别人发现不了 其实应该是一个很煎熬很痛苦的过程 所以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 就是两种为什么有两种内心 就怎么样做这个写作同时做学问 首先我觉得科普这个概念我不太喜欢 我还是可以教到数学文化可能更合适一点 这个也是我的三种写作形式之一 对吧 另外一种纯文学还有游记 然后说到这个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过去五年 是我的数学做的最好的五年 我现在去经常接受邀请去别的地方啊 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底气 因为那个可能这个对古典大师的那些探讨 就是提升了我的数学眼界 然后诗歌啊各方面艺术的熏陶 可能也提升了我的想象力 所以最近五年那我就说就提出一些新的概念 把一些包括著名的科特巴拆遣啊 什么非马达定这些概念 都纳落到我这其中 把它提升了一下 所以因为中国人解决了很多 就是说一般来说做脑外提出的问题有擅长 但是很少有提出就是新的观念或者有问题 我想我最近几年 至少在国内 这有些国外的包括有些非要事长 他也认可我这个东西 就是认为我这是 中的original contribution 这个还有的人把我发明 我觉得把一些新的方程 他就成为阴阳方程 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概念 所以我就我觉得 包括那本那个英文版的书 之所以这么快出版 因为最后两张全是我自己的发现 但是我这个要等待 就是有一些等待一些外国的 比较大师们的同行 如果对我这个问题感兴趣 专入我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圈套以后呢 那以后这个就有很多收获 我能永远的 所以我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可能不想像张一堂 那共课一个问题 那是很累的 因为几千人 几百年来 能力没解决的问题 你要做出自己的工作 那是非常需要形容 但提出一些问题 这个重要性 其实不一定逊色于 比如说飞尔马这名的华尔斯 他跟飞尔马的贡献 那是肯定飞尔马更大一点 所以这个就看运气 将来如果我的这些问题 能够吸引很多人去做 这样的话就我觉得 这个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 最近五年啊 以前都是飞尔斯讲 一个四十岁以下 但是我觉得是四十五岁以后 工作是最好的工作 刚才有几位女士 对 我觉得 我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你首先是一位科学家 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或者是旅行家 那您是不是觉得 从科学到人文更容易 但是相反过来 从人文到科学更难 那么作为一个文科生 在贵族这样 崇尚科学的环境里 我们常常会感动迷茫 不知道您怎么这样 你是文科学什么 本科学的是英文 哦 英文 现在还是说什么 我现在就是从事行政人士 我当年学数学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正好高中毕业的时候 高中毕业的时候 高中毕业的时候 当时数学比较热门 第二个原因呢 我父亲也是学文科的 以前是北大的 新年年大后也北大的 然后他一辈子就比较悲惨 幼儿文革都论到他 所以觉得数学比较安全 所以还有原因呢 我当时中学的时候 我数学还是不错 所以就做了数学 到现在也没有后悔 因为这该数学里面 很多美的东西 特别是我的专业书论 他就研究智南书的性质的 的确这个是一个 反过来是比我们科学的 可能坚固能文要容易一些 要有困难一些 但是我认识青岛大学 一个同行 熊润同行做得很好的 他以前是个画家 这时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吧 但是不一定要 你要做这两样事情 因为搞科学现在也花 也有几十年的时间 你关注一下他的话 可能对能文有 包括对人生还是有帮助 帮助的 比如说你去旅行的话 可能这个事物也还是有用 要不然你可能方向感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这个科学 包括你知道将来你的孩子 还是有用的 因为人生这个思维不仅是 就是说你要整天激情啊什么的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理性的 一些分析啊什么东西 还是有用 而且本身里面有美感 所以你必定要就从事科学研究 但是你对科学关心 了解科学和能文的关系 我觉得也是一种美事 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对您影响力最大的诗人 有哪些人 或者说您最喜爱的诗人 你是写诗的吗 没有 我是对诗人 比较感兴趣 我 我就 你们中国的话 我就 先不说了 就是说那个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法语 我曾经办过一个杂志 叫阿波尼奈尔 这些国内的诗歌圈都知道 就是以法国诗人阿波尼奈尔命名的一个杂志 关了十几年 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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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为什么用它命名啊 就是 我还比较喜欢这个阿波尼奈尔 然后 英语里面呢 我写过一本书叫 与伊丽莎白同行 是通过我的旅行 回忆一个美国著名的女诗人的传奇医生 她也喜欢旅行 叫伊丽莎白阿比肖普 那因为我这本书和翻译呢 是国内 是她在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外国女诗人 差不多人之一呢 所以我这个 举这个例子 如果是西班牙语呢 我那个翻译过薄荷斯的全集 不是全集 第一本处女作的全集 我那个时候西班牙语还比较好 因为在南美生活了一年 还有人请教 现在这次回去发现 这个十几年 没进入这个 就有点 有点遗忘 遗忘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博尔赫斯的 这个 然后那个 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写出更多的 受到绘画的影响 多一点 所以我的诗歌的画面感比较强 也容易被翻译 所以有那么多语种 在国内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 有这种荣幸 有些诗人呢 它有音乐感比较强的 这种诗很难被翻译过去 因为中文里表达的比较悦耳东听的 到另外一种语言就不行了 就像苏东坡 为什么不论里边处名在国外 因为苏东坡的用诗 是典故用的太多 另外它池 它要求的音乐感更强一点 所以可能就10倍 包括李清照 这国外也不太有人知道 但是王伟一般 他们这个唐诗画面感比较强 唐诗的影响是 西方还是很大的 我们的那个刘� qué 林老师 杰ational 林老师到前面 您可以给加拿では圣经 har 他家里喝了多水 所以要饭 那我赶紧赶过来 那我也是要谢谢这个蔡老师 谢谢你嘛 就是我刚到商务的时候 我做这个民事讲堂的一套书 就是蔡老师对我很大的支持 当时第一本是王安逸的 在复旦大学做的那个小说课堂 然后第二本就是蔡老师 就是蔡老师的书学诚 所以要谢谢你 这个支持 然后那个 这墨西哥不错吧 我想问一个什么 就前两天我同一位 另一位就是物理的人 写了一本书 他就讲到 搞理工他也是需要想象力的 然后刚才明眼谈到 这个写诗 设议和创作 给您就是说 锻炼了您的想象力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觉得这种想象力 对您的科研有什么样的帮助 或者理工科这个想象力 比如说文艺这个想象力 有什么样的意图 我刚才就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了 就是因为这个提升了我的数学想象力 其实我刚才没说我那个就是把加法跟成法集合起来 就因为我们哥德巴尔赛像 华罗根他们曾经研究的是加法 加法的整数的加法关系 还有一个分支就是成法的东西 这两个是要讲成熟中学的事情 因为最简单的东西 我有一天就把这两个问题混合在一起 这个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 其实这个想象挺简单的 就是这个我想 这个你说具体从诗歌或者摄影或者什么去应用很难 但是就是我的现在碰到任何一个问题 我都用可以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它 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具体的话就很难说了 就是还有不同的问题不同 就是你还有跟那个古典大师啊 对数学古典数学 那个大数学家的写他的传记写他的时候 你必须有对他有研究嘛 这个就是说你阅读 直接阅读原著会对你灵感 你不要望看这眼前的论文 最近几年发的论文然后出去写 这样的话你可能产生不了重要的东西 这两张相通之处这个其实也很难说 就是当里面都是需要灵感 相互之间的可以至少在精神上有相互补弊的东西 对这个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 我想这个每半年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学想法 一直这个五六年都是这样 所以我的两个研究生也得到国家奖学金 这个那个内施整奥文字大的基础数学 只有两个名的都是被我的两个学生拿到的 它是按照你发表论文的级别来选定的 还有两个本科生也是拿到那个知道百优论文 这个也是很难的 因为知道有一百多个系 就是你拿到一个学生百优论文 当然全国百优更难了 我这个学生还没踏到过 但是我想都是跟我这个想象打开以后 他们有做过他们去做问题的 但是具体理说两者之间怎么联系起来 有好多理质 比如说高师讲过 他都不知道当年这个问题怎么联系起来 他都忘了 就完成了以后 他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想联系起来 想象了这个问题 这次感谢你 你要不然我这次可能来不到九金三 你那个出版社的最近还不错啊 您认为零业余时间有多少次在旅游商 很少 我去年一共出国三天 今年就现在这次21天 我本来七月份还是去法国开会的 但是我想就不要那么长时间了 我这个吃消化也会去一下 也许是在法国每年开的会我明年去 所以在我们的系里 我肯定不是出国最多的人 但是人家看得见 因为我有的时候微信上写一下 有的时候书出来 人家就知道我出来 而且我因为诗歌的原因 去了很多不发达国家 然后数学只能在发达国家做 所以发达国家有多得多 另外我觉得旅行还是需要点天赋 有些人呢 比如说做生意 拿手好戏 随便投资一点就获利了 但是我是这个人 我就发生天生 这个我在小回忆里讲到 因为尼克松访华对我影响特别大 就是开始画地图 开始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小时候 没有一次机会 听讲座 没有一次机会看课外书 除了那个十大明珠以外 就很少有机会认识世界 当时呢我就 世界地图画了 包括我每次回去 我都会认真画 这个军生哪一天 带来我就画在图上 因为写日记太麻烦了 但是画地图呢 就是几十分钟 就十几分钟 就可以把你整个旅行记录下来 以后呢回忆这件事情 那个里面你很有底气 因为哪一天做什么交通工具 我都记录在哪个地方 然后其他东西有些遗忘的 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回来 但是这个时间和地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 一年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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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比较多 但是我以前在美国访问两次两年 欧洲三四个国家都访问过三个月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 国外的话 我很少超过一个月 我几乎没有 还是挺 就是回到书房里 然后就比较一下子觉得 这个 敏感就很多了 这路上主要是可以写诗啊 可以摄影 但是要做研究和写这种散文的话 还是这个书房里 对 一个人的旅行是独自旅行 对您来说容易产生敏感 激发比较多 还是有没有 试着跟很多人一起 然后 这个问题就是 这是个矛盾 一个人旅行孤独 但是配合很多灵感 跟朋友或者家庭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很难了 对 你能处于孤独的时候 才会一起想象 谢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也是球迷 您能够到来表达 好球迷 对吧 我是那种比较典型的大赛型球迷 也是中国国家队的球迷 中国国家男子组队的球迷 这很少见 刚才您的演讲当中 我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中国古代有位数学家 前九十 对 他的定理是 就是中国生育力 关于书顿的 关于书顿的 这个我那本书里 我就第一次把它命名为中 请求是要定理 那个英文版的书 那这个定理是干嘛用的 因为很多 除了书顿里面 每一本基础课程 老外写的书里 都有这个定理 然后 在数学里也用到 这个福利亚分析 就是快速计算 也用到 然后这个 密码学也用到它 然后这个 像拿哥的完全新定理 这个数理 罗阶等级也用到它 可以说数学的很多领域 都需要听到它 在BBC做的那个数学的故事 这个四集纪录片里面 非常好看的 数学故事 网上能查到 其中有集讲东方的 他从古代讲到现代当代 讲东方那集呢 就是说印度 中国和阿拉伯 各占十七分钟 大概五十内分钟的纪录片 中国的十七分钟 有七分钟讲前就说 另外十分钟 没有提另外其他一个数学家 就是可见他这些 包括波士顿那个科学博物馆 里面也有他的像 古代的中国的科学博物馆 就他一个 所以他的影响 那个 然后这个牛津出的那个 新的数学史 从美索比亚 布纳米亚到现在 这里面呢 这边说有十二个人物 是占于主要位置的 中国人呢 就是他这个 也有情绪是要争取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祖冲是什么 对 祖冲是世界上 真的没什么地位 我问一个问题 你是数学家 你是诗人 你是摄影家 你是旅行家 至少这么讲 你觉得哪一个 最适合表现的自己 我这个问题也听到过 我觉得这个旅行者 是我的 我觉得最切身的 因为数学跟他旅行有关 诗歌旅行有关 摄影旅行有关 而且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作为 特别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能够有这种旅行的爱好 旅行者是我的一种 最愿意接受的身份 旅行者 好 那我们这个 故事运第五十六期的 分享活动就结束了 先接蔡天心教授 精彩的分享 蔡教授将会牵授六本 他的诗集美好的午餐 然后数量有限 所以就是 然后请大家把椅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批订 继续 转发